備戰九號登場的亞洲挑戰者杯 前旅美小將胡龍帽希望延續 瓊斯杯精彩表現 為中華隊爭取夾擊 也為自己即將開啟的職業生涯 打下好基礎 他今天從ACAA二級的夏威夷 譚香山夏米娜大學畢業後 投身CBA選秀會 以敵巴順位獲福建巡星隊青睞 並在八月初完成報道 對新球季充滿期待 他那邊就是因為大家年紀都很相近 然後就是說 秋風也是也蠻相近 因為年輕嘛 教練的要求就是要跑得快 然後要衝 要有力量 要速度 因為畢竟年輕球員就是有能力 就是有這些就是年輕的經歷 就是那種經歷去做這些事情 經過一週隨隊練球 教練團隊胡龍帽的定位 也有初步想法 預計將以最擅長的小前鋒為主 也期許他未來能擔任 鋒位搖擺人角色 發揮更多突破和速度優勢 一直以來都是用這個方式 在打球的 也很習慣 當然說就是要把自己的運球 投籃這些技術再加強 每天都告訴自己 就是其實常常都會跟著說 今天要比明天更好 讓自己每天進步的話 那希望自然而然就會成功 七月二十八號選秀會當天 正好是瓊斯杯期間 胡龍帽得知獲選後 沒忘了請教一票 在CBA打滾多年的大學長 前輩給的五字真言 也讓他這趟試水溫之旅非常受用 像敏哥 雷哥有跟我說過的時候 就是多做少說話嘛 那在那邊我還是算年輕的 所以就變成說還是就是多做事啊 都幫忙球隊啊 不管拖地拿東西啊 其實就是多做點事情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 希望是不會被大家討厭 胡龍帽目前因為隨中華隊集訓 向CBA母隊請假 沒有參加體能測試會 預計亞洲挑戰者備賽是結束返台後 緊接著前往花蓮和福建隊會合 投入二十三號開打的海峽備賽事 再隨隊到中國進行體測的補測 儘管國家隊 職業隊兩邊行程滿滿滿 胡龍帽樂得當空中飛人 也期待體測通過後 正式迎接星球季的到來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好看喔